哈囉大家好我是雲霸 最近雙11要到了 相信很多人都要正要買電視 前一陣子小米推出了65吋智慧顯示器 相信很多人都在問說 到底可不可以買 值不值得買 那雲霸最近也剛收到這台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跟大家分析一下 這台電視到底能不能買 OK Let's go 這一次小米65吋電視 很多人都在笑詢這一台 他原價18999 首賣的時候特價16900 那在雙11的時候 他回到17900 那這一次啊 你如果在官網上面下單 送到你家的時候 他會請師傅幫你做全機的組裝 那壁掛會額外收費 那我因為要開箱 所以我請師傅送到家裡 然後自己組裝 那建議如果你要自己組裝的話 一定要兩個人一起搬 因為他體積真的是非常大 那你可以看一下我家的電視 現在就已經擺上去 那我們先看到他的正面 那你可以看到他四周都採用 超多邊框 金屬鋁法斯紋的設計 在同價位啊 大概兩萬塊左右的電視 目前都還是採用塑膠框 那這一點我覺得 質感做的蠻好的 那再來看到金屬角座 他的底座是採用V字型的角座 那比較小比較細 那在視覺觀看上 你會覺得他好像 隱藏在這個電視櫃裡面 你做下面會有兩塊比較厚的塑膠墊 所以擺在上面又大又沉穩的感覺 好 再來我們翻到背面 背面其實你可以看到很大一片 那他可以直接放在電視櫃上面 也可以請師傅幫你做壁掛 壁掛會額外收費 那他整個機身是採用上面薄下面厚的這個設計 那在購買電視我會考量 除了顏色漂亮之外 輸入輸出介面也是一個重點 那這台小米電視 他的介面都集中在右後方 他有3組HDMI HDMI都是2.0以上的規格 其中一組支援ARC音訊回收 也就是說你可以把小米電視接Switch 然後再利用這個孔轉接Soundbar 那這樣子你就可以用比較好的音質 去聽你的家庭劇院 那再來我們看到喇叭 我覺得小米電視最厲害的就是 他聲音也很不錯 雖然機身超薄 可是他搭載了4個強大的發聲元件 以及20W功率的杜比立體聲喇叭 那他同時還有3mmx10mm的低音砲 以及16mm的球型高音發聲元件 所以他的硬體規格有到位 你高低音都會兼具 那你在觀看電影的時候 就會特別的有感 而且他也支援比較新的音效解碼技術 比如說Doobie Audio 以及DTS HD的音效技術 那你在觀看Netflix這種比較新的影片的平台 這些新的音效編碼技術 未來會變得特別的重要 好再來我們看到遙控器 這一個是小米的遙控器 這一個是一般電視的遙控器 那這一次他之所以叫做顯示器 你可以看到遙控器 基本上就長得跟傳統遙控器不一樣 他上面沒有這些比較傳統的12345 他的核心技術就是 他內建內容 他內建Android 9.0的TVOS 所以你一連上網路 一插上電源就可以看到東西 而不是需要接上第四台 如果你買的電視是要接第四台的話 那建議你不要買小米電視 因為他的遙控器就不支援了 可是如果你是接第四台的機上盒的話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第四台的機上盒的遙控器 他就有12345這些按鈕 這兩年比較流行的是聯網電視 所以你一開機 你就可以看到小米內建的是 完整的Android OS TV 9.0的系統 你一打開就會看到他很像Android手機的這個介面 操作啊使用啊都直接用遙控器 一鍵就可以完成 那你可以看到他內建很多YouTube的服務 然後Google的Flight商店 然後KKTV Netflix 然後Flight的影音 這些全部都內建 那如果你覺得這些內建的不夠之外 你還可以到Play商店自己去下載你要的一些影音服務 除此之外 他背後的USB的擴充槽啊 你可以把自己想要的APK抓下來之後 直接插上去直接安裝 基本上你就可以看到所有的網路影音內容 你就把它當做一支大型的安卓手機就對了 那除了你不能直接在上面玩遊戲之外 因為他畢竟不是觸控螢幕 那你可以看到他的畫質表現啊 我覺得都很不錯 比如說像這個Netflix最近很紅的這一套後翼器兵 那你主角超正 那你可以看到他的畫質啊很不錯 他的色彩啊表現啊都十分的飽和艷麗 那我最近在追的半折直樹啊 剛好他有送KKTV的三個月 那我可以趁這個時候把它看完 我也覺得很棒 那再來我們就要看到操作體驗 早期的聯網電視啊其實也是靠遙控器來操作 可是你只要碰到要打字的時候就特別的麻煩 一支遙控器那邊左右按左右按 那現在小米電視啊 他比較厲害就是他支援語音輸入 你可以看到他的遙控器上面 直接就支援Google語音助理 只要按下他 那你想看什麼就直接用講的 那中英文都聽得懂 我現在看新聞都直接用 Youtube直接來看高畫質的語音新聞 很清楚 那我也不用裝第四台 非常方便 那你除了看小米TV電視上面的內容之外啊 其實你也可以直接把你手機上面的畫面 直接投放到電視上 小米電視它支援Concast 它支援兩種投放方式 一種是鏡像 一種是投放 那我兩種都示範給大家看 比如說你正在外面看Youtube影片 回到家了然後把它放到大螢幕上面來看 你就可以按下這個投放的按鈕 這時候他會呼叫電視上面的Youtube 然後自己連到同樣的頻道去看同樣的內容 那鏡像的話就是中間透過無Wi-Fi 那你的手機畫面操作什麼 電視上面畫面就會顯示什麼 那鏡像無論是照片或影片都可以用 比如說像你可能出去外面回來 然後你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出去玩的照片或者是影片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方式跟大家分享 不過因為它是透過無線網路去傳輸 如果你想要玩手遊的話就不能這樣子玩 因為它會有很嚴重的延遲感 那它這台電視支援9毫秒的反應時間 一般來講如果你要玩遊戲的話 至少要有10毫秒以下的反應時間 你才會覺得比較沒有延遲感 影片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台電視跟3、4萬的65吋電視 到底差在哪裡 小米電視是TCL代工的 TCL也有幾款65吋不同價位的電視 那我把規格表列在這邊 主要的差異就是反應時間 以及面板的材質 以及鍍膜技術 DR支援的格式 這些都是影響這台電視最主要的原因 小米電視它的背光是採用 直下式背光的技術 顏色表現上很準確 可是它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它採用全域控光技術 它在全黑的表現上就沒有辦法達到真正的全黑 比如說我在看一些比較暗的場景 那它經常會反射出我自己的身體 那有時候看戲就會比較容易出戲 那這邊我用一個測試的影片給大家看 小米電視翻拍的結果 這顆球在那邊跑來跑去 它有沒有辦法把這個畫面呈現全黑 總結一下 其實剛剛我都有把小米電視的優缺點 列出來給大家看 它的影音效果真的是非常好 那喇叭很大聲 顏色也漂亮 有一些小缺點 比如說它螢幕鍍膜反射比較強 那反應時間可能相對其他三四萬的機種 比較長一點 最後大家會問說 我可以去淘寶買小米電視嗎 沒有錯 淘寶買小米電視會再更便宜一點 不過你要想 它是海運過來 如果你在買的時候 你這個貨運司機給你摔一下 然後你買回來一打開就是破的 你就要自己扛這個責任 那再來保固維修也是一個問題 你淘寶買的 台灣小米不會幫你修 台灣有貨有保固 有幫你調整台灣的電壓 再來有內建Google Play商店 我覺得台灣買一買會真的會比較省事 你這時候多花的這些錢不是錢 是省下你的勞心勞力 OK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雲爸 謝謝大家 掰掰 是 你們來了 你們來到這裡 我們要注意到 我們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